在立坚古城订了一个这样的房间 那个价格说出来怕民人敢相信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著名的立坚古城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1点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起客的立坚古城的夜景 十分的绚丽多彩 这个夜景实在太美了 走在路上就仿佛走在了过去的路上 有种创业时空的感觉 这个立坚古城的话 是世界文化遗产来的 同时也是国家无域景区 于是的话 每一天每一年都有很多游客 慕名前来立坚游玩 很多人就比较好奇 立坚古城的住宿怎样 那我这个视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立坚古城的住宿吧 我订的宾馆就在前方的不远处了 我现在去找一下 找到了就是前面这一家 感觉挺不错的 进去搬移山店住 你好 这个小铁片 就是那个环塔 谢谢 三楼层就要上去 就是一个高铁片 好行 我给你打个吧 当然好行 谢谢 小铁片 放锁一下 好了 原本订的是一楼的 他给我换了二楼 一进来一股房生会扑铁而来 整个环境挺不错的 哇 很高级啊 两个杯子 两瓶水 有水壶 电视机 哇 这什么鬼啊 重量房啊 看一下这个重量房 哇 也挺不错的吧 好干净啊 电出一封 洗出用品 总的来说还挺不错的吧 唯一的不好就是没有空调 看到没有 整个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没有空调 让大家猜一下 我在立城古城 定了一个这样的房间 要多少钱 能猜到吗 我说一下吧 这个房间花了我 55块4毛多 就算它是55块吧 55块呢 定个这样的房间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那大家觉得这个房间 急不急55块 对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新品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新品再见 拜拜